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介紹這兩部ENO64最新推出的 上面那部就是SEWIC Type R,EK9,用了Spoon的規格 下面就是R34 NISMO R-TONE 事不宜遲,先開了 因為這兩部,好像是星期,沒有記錯是平安夜或更 或者之後聖誕節正日可以拿的 問題就是我出了一些問題,趕不及去拿 所以原先這條片應該可以是星期一出的 我又拿不到,星期二換一個又沒有開 所以就焦著今天拿就馬上開了 怎知道狀正今天更糟糕,PAW V JAPAN又出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不過現在看片這一刻可能都知道 其實就是LAND CRUZER出貨 我都會照拍片的,不過我想可能要分兩條拍 因為那裏有六輛車,我不打算共同一起拍 這裏有兩輛,我就說可以共同,還剛剛好 左邊又放RTONE,右邊放EK EK真的是,我存了很久才能買的 對,現在EK真的是 EF,我存了很久才能買這輛車 之前想考慮了很久才能買這輛車 好,看看EK,EK就是 因為它之前那款好像是Red Bull 不知道什麼東西呢 那個花我都很麻煩 想不到這麼快便出一個無可抗拒的Spoon Sports版本 還有黃色車家黑盒 是不是呢 哪裏有得灑手令頭才行 這次又沒有東西送的,一天一百三十四塊錢 GTR是不是有東西送的貴一點呢 還是不是呢 那看一部EK先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買改裝款 但你又不想自己改 其實買Inno也好 好,主要是推得動 這個是真的不期待 因為EF就推不動 所以我放下面 R34是推得動的,所以我就放出來 真的可以動 所以我覺得這輛車放出來 我覺得是差一點 整件事放出來好像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輛車真的做得好 這輛車是可以的 不過那些章都是歪的 嘩,不是啊 歪得很糟糕 我看都看不到 我怪你看車身 忘記看車尾 這裏扣分 這樣真的不行 歪來歪來歪去 又要拿去退了 應該可以的 其實可不可以這樣拿出來撿正它呢 我先看看 那些貼那些什麼應該都可以的 如果是的話,我真的懶得拿去盤 你換,你又要跟客服 又要找客戶服務 那客戶服務 要特意拿去拿 那些貼那些 但我可能在這間分店 都可不可以開在我樓下嗎 我要特意拿去拿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自己做得到 其實有沒有人知道 其實這個車章是否可以脫出來 我自己貼快 而且我的牌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不如揹拆開 看看裡面是怎樣 因為我真的懶得拿去 好像上次的Jimmy 你整隻鏡沒有了 那就是这样的办法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了是歪了 我真的想办法 我自己执带都不想拿去换 我真的懒得去拿 我去一转拿一车 买一车才可以拿一转 你回来有车有问题 又要走多转不要玩我 所以我真的做了自己做 看我的牌是黏在我还是怎样的 这个东西是铁底的 这个东西很严重 铁底的 没有了 那个东西是黏在表面 应该要撬 我看撬不撬开 不过我觉得最后无事 他应该做的 但也要扣分 这个洞也做得很细緻 也看到有齐了些东西 我看能不能拍到 这次是胶水细 不太能拍到 这次是胶水细 不太能拍到 这次是胶水细 但是胶水细 不过胶水细 在后面扭出来 就算是没有那么外眼的意思 但这些都是扣分位 但这些位置你这样拿去换 它也不太能拍到 它也不太能拍到 我都没想着 我都没想着换 所以算了 看能不能做 有得做 我自己做了算了 胶水细的那些 撕不脱 我有救你 大佬 这些脚不要转 都黏到尾了 真的 搏够我看不到 好像 我真的看车身没有问题 我就OK 我没想过 又是抹在竹上 那样 那样 先把车的东西 整体来说是OK的 但都是那句 如果你拿车 验尸观真的不怕做 这个是消费者权益 不要怕做验尸观 你拿到回去 你开了东西 你又要拿去换 除非你真的 这些都是大 不然 你真的 不如看清楚 不如不做验尸观 现在而已 哎呀 你弄不弄回来 弄不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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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子 拆开看 那算了 GTR不拆了 只拆这架就可以了 GTR反而我拉花 是 拉回白色链子 我最期待 出来的規格 真的挺漂亮 应该可以了吧 弄回来 不要说太多 可以 可以 先看 我个人 对这架车最大 因为 有兴趣就是 白色链子 其实拉花拍在一起 是漂亮的 但我个人最喜欢 拍到白色链子 才是最漂亮的 那当然 有人会直接拿这架 和IG那部 IG那部 老实说 我没什么认真 我现在有见过 但始终人家 放在厨仓上 我没理由 只看不买 都叫人拿出来看 尤其是听完 很多人网上吊得禁 其实IG那部车 我真的一架都没买 因为太贵了 我真的买不起 那架后面那架 EK 我都要存钱买 我又不是存钱的 我看了很久 它出的时候 我又不舍得买 到它升了 我更加不舍得买 到后来它升了 它不动了 我又存了少钱 我才肯舍得买 升了上去 不动 甚至有少跌 我才买 一开始 如果你外面买 都要两个水 但刚刚看到有人跌 好像不用两个水 我当然会买 看我多惨 好 先开了一架 GTR 放出来给大家看看 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版本买起来 比较适合 整件事马上很MK MK街车 再加R34 整件事马上很棒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MK的感觉 这张照片放出来 我再开了另外一架RTUN 这个也是坚型的 我觉得 对于不能抗拒 如果像我那样 我对白色链是情有独钟的话 这个就贵一点 $139 但这$139 划算是否划算是什么效果 真的要 Inno Inno 来近的帽子 反而如果看今年 如果2022年 或者这样 它们今年年尾 无论是Inno 64 或者Tarmac 去开预订的那些款 其实我觉得 未来近年 至少在车子方面 人生会有点乐趣 因为Tarmac那边 出Lance 037 是开到尾卡的 也不算天价那么贵 这个也是一个 我个人会期待 看看未来会不会有F40 而且它也有Tarmac的A70 会出 然后Inno这边 又有City 又有 施力加 施力加 其实当它出了 其实是觉得OK 但出了之后 又没有了新鲜感 还有刺激感 看看City会做得怎么样 然后出的那些款 应该是感觉都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标青 感觉上 Inno 可能有些东西可以感觉到我 因为 其实最感觉到我 其实它们有的 但一直都不知道 开发阶段就继续了 就只是继续灰帽 当然是说Inno的刘浮山三宝 香港电影的刘浮山三宝 其中一宝明日战机 是想说昨天战机 明日战机 就在排期上 Inno64的刘浮山三宝 就是Turbo R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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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接着是Jagga XJS 然后是Okmoji Set 这三个人 堪称Inno64 刘浮山三宝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等到它来 不知什么时候 不久的将来 看到我 不然是吹到这么大 Curbo R Jagga XJS 莫巴蚕 好像太乱夸张 好了 给大家看看Rtun 真正 白色是 一样 这些它推不到 不要紧 不要紧 我先扭开 松一点 其实这边就这样看就可以,如果你说拉花太长,你试试集中看这边,如果你有强迫症,拉花不平均,我是接受不了的,不要紧了,你继续看这边,那你会好受一点的,其实我也有强迫症的,我本身想拍下一张照片放上来,我会将一个我近期对于车仔最强迫症的, 一张照片已经可以解释到有多人瘋,当然我买了两架车,因为车有一些东西不平均,所以我买了两架,如果对于,我给大家一些牵纸,Tarmac的,我想说了都和开搭没什么分别的,总之我再放上来,大家可以看看效果,原因第一是那部车,原始那部车本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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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60元, 也不是就是梦想,这些梦想,基本上是怨念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我一样,他无法洗了60元,所以就车回来, 不过算了,不买都买了,换了它,在看来不顺眼了很多,但是买了,接着你心想,那你买来干什么? 买来干什么呢?买来干什么呢? 好,那我迟些开盘,看看有没有观众猜到,不过没有找问答游戏来的,好,那我看看这边先 哇,你看这条喉,两个车拍在一起,真是很棒 这一架就没有做到什么合金的东西,另外黑色那一架有做到的,当然黑色有做到就会比较好 但是蓝色做了,反而可能会撞色,这一架有做到蓝色上去,这一架没有,其实我个人偏向没有 不过去到GT-R34这级级别的车,你不加又好像怪怪的,就是点缀的效果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如果你说我改车经验,我应该在这个GTA Online 有超过这个30小时,我应该没有浪费,有这个三个小时的改车经验 所以我可以肯定说我是不会用这架的,我是极少用这架,甚至是几乎没有用过 GTA Online有超过三个小时的改车经验,告诉我,我是不会用这架的 好,看回这边,这边就是吴平均那边,但是这架花我觉得是夸张得来,是漂亮的 真是吸引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不要用IG,因为IG我没有买到 而且我看上去也就这样看它一面,我又说不出它有什么不行 但我认为IG应该是,不是用贴纸 但是INL用贴纸,它用贴纸,所以它可以压到这个价钱,$139 如果它不用贴纸,可能150元也不能下楼 但我怕它出来是150元也是用贴纸 不过算了,现在出来也收货,我觉得OK 它后面不是贴纸,而是车头用贴纸 这些位置也不是,这些位置也不是贴纸 它只是车头用贴纸,那都OK 它上的Nismo那些字,那些字是二印,就不是贴纸 我觉得OK的,嗯,不差 接下来会有没有蓝色的,都是Nismo R34 那看下什么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蓝色搭这个R34是漂亮的 我都在这里,怎么说呢,在这里,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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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玩这个GT4的时候,呃,呃,呃,我最常用的都是一架黄色的R34 很开始我最常用的是黄色R34 不是很开始,很开始应该是由,应该是由,我由大电视开始玩起的 就是由最基本的大电视,然后存了一点钱,又乱买车 买了个五代路纯回来,又是很好,赢了开行 然后买了个五代路纯,又买了个,就买了个R34 R34也是很棒的,那时候说R34是无敌感的 对了,我将对手的级别调到最低,就算不是调到最低,可能就算平手也好 都是赢的R34,所以是很棒的 希望这个ENO64老板听到,我想要一架黄色R34 在年尾里去过圆 我今年发学都很奇怪 但是,当我去生日月望的时候,我完全想不到去什么 我发觉我去生日那一段,大时大节,生日 我整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很贵 是完全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的 真的吃龙肉都没有什么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大时大节有抑鬱症也挺可恨的 大时大节才有抑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拿一个生日月望来去,我现在拿一个生日月望来去 想叫做黄色R34 好像太太,反正缘望都没有 找些有机会achieve到的,难道去买些没有机会achieve到的东西 就是说我要XRX这么有钱,不可能的 可能拆手抽会快些,但我们不建议观众这样做 好,废话完了,再给大家看一次,这一套真是真正 我都不出声,真是漂亮 虽然我觉得贴纸没办法,成本问题我又不会扣分 你好像EK那样,不,EK那样 在后面都弄了,我当然扣你分 但是这个是OK的,我没有看过IG那一套 如果我不能直接用来做对比 但是听到群情空中这样吵IG,那些人宁愿买Inno 其实都知道什么事 如果有观众两个目的,有买过IG,或者知道IG是什么事 可以在留言里和我说 我看完都不太看得出是有什么问题 我只知道IG很贵 所以我一直在IG都不斗 就算它有便宜,它只要便宜了之后我都不舍得买 我记得那一套,我记得最便宜的那些只有250元 那时我记得那一套IG,ROCKET BUNNY 都仍是贵过EF的 好,那今集就先说了 好,看完这一套就看完这一套了 这一套我觉得就OK了 如果你对什么又有兴趣,我觉得这一套是OK的 如果你跟TARMAC比的,TARMAC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TARMAC那一套是做坏了的 但这一套比例都是有少少怪的 但又不是怪的很交关的 但油会真的厚,这里会扣分一些分 油肩是厚的 就是我拿到手刀,看到那些头绷把位 或者那些门币都OK,还可以 你的油肝盖这个位真的不行 油肝盖这个位真的不行 但at least它的贴纸那些东西都有它 都OK,就是134元来说 尤其是大量生产大 这个位置我没了,不扣你分 大哥,你怎么没了? 好,那今集就先说了什么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